鬆橫股市超過三十年 人稱期貨天王台股大戶 張松宇 面對近期股市上上下下 坦言的確很難操作 台股六月絕狂蟹近兩千點 第二季更重挫超過兩千八百點 讓大戶 中十戶趕緊逃命 不只致成交量五億元以上的大戶 與中十戶雙雙創進八個季度新低 一億元以下的散戶 也銳減十六點二萬人 創兩季以來最低點 代表小資族動向的定期定額投資 也從三月六十五億元高峰 逐漸回落 六月剩五十二億 但好在仍維持高檔不墜 成交量的低落 它其實隱含著是全面性 臺北股市交易情緒的低落 內資退場的速度 甚至比整個外資 在加權指數退場的速度 在六月份稍微放大的速度 來得更快 更有超過七成 銀行業認為 未來三個月 臺股風險極高 內資縮手造成籌碼鬆動 也讓市場恐慌情緒 恐怕暫時揮之不去 3015林書寫了諷詞 台北報導 主席 主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